這次流浪權發生這麼樣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痛心 也要深切檢討 所以今天我們已經開過檢討會議 也來現場再一次看一下現場 因為這是臨時性的收容所 但是我們目前已經正在進行 把它變成永久性的設施 才不會讓它這個環境不好 今天開始馬上把永久的收容所做好 然後開始落實整個作業的SOP 每個月我要求他們都來做所有的設備盤點跟檢查 希望我們能夠把所有有生命的動物都當作我們人 人的生命一樣看淡 生命是平等的 毛小孩也應該受到關照 昨天我也責成我們副縣長 跟司法單位還有中風單位去調查整個 這個作業流程中間是不是有什麼大的弊病或缺失 那我們一定要很快的時間內 把它回復到正軌上去 而且一定要改進 好 就監視機 你在前面開明就看得到後面出什麼狀況 這樣起碼你再運送 那縣長有提到人力的資源 有人力的資源 現在今天後來我們剛剛就去開非常有的會 他說目前我們這個還要跟加大台 我們會中的討論是說 希望用一個很快的方式 那我們請加大 收益團隊 那看用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一個班要每天來也沒關係 譬如說要半天 會補要一陣子 就是來這邊 尋釋我們這個所有動物的狀況 需要做醫療 還要做什麼帳戶 那由專業團隊來處理 所以是除了他在這個技術上的精進之外 他才可以做很多行政管理 確實很多行政管理 我們要做的不是那個清差 要在定期會我會問 就是說至少有一個月的時間 可以整個做個改善 然後包含縣長說要跟加大去談 到時候也應該要有一個見 這是我跟副先生 我們跟副先生談的 他只是我們人力要自己想辦法 那就是就是一個 麻煩您轉達啦 就是一個月之後 就是我們人力的增援 人力的增援 人力的增援 然後工作的配置 然後SOP的流程 還有那個 精確補助 不是那個王子叫什麼 補全桿 補全桿 每個鄉鎮是 如果已經有的就有 如果沒有的 我們要做一個統計 沒有的 我們是不是要給予經費 讓他們去買 對 因為他就是有可能其他的工具 有可能是導致他在捕捉的時候 讓狗狗受傷 那這樣受傷進來就是死路一條 對 所以那個補全桿 他是相對 動保團體也能接受 也比較安全的 也比較安全 對 那就是從上到下 從他到小都要去做 第一個 就是說整個事件的原委 我希望調查清楚 就是說到底這個 人為的疏失 是怎麼樣造成的 因為畢竟是四十幾隻狗的性命 我覺得這個是 應該是史上以來 還蠻嚴重的一個動保事件 那另外一件事呢 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覺得當地政府 既然知道今天也有動保團體 立法院也下來關係 但是呢 我要譴責一下 我們彰化官縣長跟所長 都避開 然後留一個 這個 我們很辛苦的 在一線執行的受醫師 來面對大家的問題 但很多行政方面 他根本不知道 他也沒有辦法回答 那我覺得這樣是不負責的 出事情之後 讓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來面對外界的監督跟問題 這個做法是不對的 第三件事情呢 我要說 嘉義縣政府 這個 包括張縣長上任以來 已經長達八年的時間了 那這個問題 不是今天 不是今天才發生 這個問題其實已經 存在很久了 就都沒有改善 那更讓我訝異的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善待我們動保所的工作人員 你要他怎麼樣專心 可以在第一線去做好 這一些動物造成的工作 已經很明顯看得出來 人力是不足的 剛剛這個 房子捏代協會的江執行長也提到 100個人其實要一個受醫師 這邊最高其實會到200隻狗 像他們歐爾斯的時段 就是只有一位受醫師 這個人力不足 這個其實是非常明顯的 那現在農委會其實已經有 要補助大家去改善收容所的計畫 你們現在十幾億的經費 對不對 五年有十幾億的經費 然後現在是嘉義縣政府 提不出計畫 所以今天不是中央不給資源 預算都在了 是嘉義縣政府不夠積極 就是提出一個計畫 那他自己連土地都搞不定 這個是你 你自己執政的決心 或你重不重視這件事情的問題 你自己土地搞不定計畫弄不出來 沒有辦法送給上面的中央主管機關 去多爭取經費 經費在那邊 其他件事有人提出申請 對不對 像我去年去看宜蘭 宜蘭就做得很好 對啊 五年十二億是怎麼做 一年十三 五年十二 五年十二 十二 對啊 所以這一筆錢 這麼大的一筆預算在那邊 是可以讓各個地方政府 自己去申請的 那就可以看到說 執行下來 就是大家的這個 成效不低 是啊 很多是相通的嘛 對不對 一個經濟動物 都要送到土場了 還有這麼多需要注意事情 那我們這些流動動物 基本上它是我們的寵物 什麼同伴 它是要送到另一個收容 要送到另一個收容 是要去繼續飼養 那結果說 因為資源這麼差 冒這麼大風險 終於出事了 四十幾條狗命 就是這樣犧牲了 我們希望這個一而在 聽說已經是在 別的縣市 聽說也曾經發生過 我們希望農委會 也能夠對這個事情 能夠做一個全面性的 防止的措施 謝謝 其實今天有聽到農委會說 就是他們會去修改 動物運送管理辦法 但是 好像只是會嚴定 就是比較原則性的規範 但是呢其實動保團體一直在 push的就是說 應該要有更詳細的規範 針對貓狗的運送 像現在只有豬牛羊嘛 但是呢 農委會的藉口一直都是說 沒有足夠的資料 或是國外沒有相關的研究 但是我們都相信說 其實農委會只要找一些 因為受醫師的專家 動保團體的專家 或者是研究國外動保團體 在運送狗狗的過程當中 所使用的方法 我覺得都可以研定的出來 所以不要一直把說 國外沒有資料 成為一個藉口這樣 對啊 那是什麼 在睡覺啊 哎呀 嚇死了 以為又死掉了 剛洗乾淨又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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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是有分公犬母犬 這邊是松容比較大的犬隻 公犬母犬還有三個月 四個月左右的中小型犬 主要是這邊 中間藍位在做的那個 在做的那個 這邊是獨立藍 這邊也是關小型犬 這邊也是關小型犬 我們早上餵過一次 每天都會餵幾次 要兩次啊 偶像餵一次 還要 包括換水還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還有文書工作要做 文書工作有什麼 很多啊 每天有時候公告啊 還有每天 資料登檔 進狗 出狗的資料登檔 還有我們不聽絕對 進那些狗 大狗小狗 對啊 還有這邊的那個 每天進出狗的狀況 這樣子 公告要做 現在餵狗也剩下我一個人 對啊 那平常除了餵狗跟文書之外 你還有在做 還有緊急救援啊 像是 還有 有時候動物的緊急 有時候動物受傷 民眾通報 動物受傷的緊急救援 然後就要出外勤 對外勤 有時候如果說 如果說離我這邊比較近 我就出去啊 嗯 如果說有時候 離辦公室比較近 就有辦公室出車 這樣子 對 那如果 這邊就是固定都會有一個人 在 對對 但是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還要再出去的話 會忙不過啦 嗯 忙不過啦 因為有時候 無時接到通知出去 嗯 回來都晚了 還要餵狗 換水 所以搞下去都 時間都非常晚 像是 就是 最晚你曾待過 通常都 因為那邊9點 上面9點會關門啦 所以我們都必須要趕著9點之前 趕快 接替這個的工作 趕快回去 這樣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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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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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比較特別的狗啦 像這個就是 像母親帶小孩都是關這種籠子 這樣子 嗯 那邊就是幼犬 這邊本來是關一隻狼犬 然後 任你養出去的 那兩個籠子本來是關熬犬 也是任你養出去的 嗯 有品種的狗都是會單獨關啦 那像是這些籠子是 這些籠子是 這些籠子是 要運送動物用的運輸籠 這樣 對 對 對 啊 或者是 一些 會修嘎的啦 會 會 會 進去裡面會打架的 我們也都是獨立 獨立關啦 我不敢摸他 欸啊好在我有這個 他的腳給他 扳起來嗎 剛才我被咬到啊 啊結果你看 好在有這個 不然我現在就已經受傷了 啊現在咧 我看看他的腳 還是我幫你去接電話 幫我接一下電話 幫我接一下電話 也是 關又泉 這邊也是都是關又泉 這樣子 那平常這邊會有多少人 蛤 呃早上的話 會我跟另外一位清潔工在這邊 嗯 下午的話就剩下我一個人 這樣子 下午的話 然後有外勤就 外勤就還是要硬著頭皮出去 因為有時候狗啊 受傷 或者是被瘦夾夾到 因為這附近好像很多 補瘦夾 對對對 有時候我們也是要 有時候有瘦夾現在比較少了啦 我們都有在宣導 禁止瘦夾的買賣 而且那個罰則都很重 有在買賣瘦夾 或者是使用瘦夾 那個都有 都有那個動拔法 都有規定那個 罰則這樣子 所以現在瘦夾是 但是還是偶爾會有 還是會有出現那種 被瘦夾夾到 需要我們去救援的那個案例 還有那個 車禍受傷 像剛才那隻狗 就是車禍受傷 有時候我們這邊 醫療資源比較不足的話 都要送到動物院去做 去做治療 這樣子 那你們就是大部分 每天會來的 領養的民眾會是 這邊會出去的狗 通常有時候少的話 一兩隻 多的話會到四五隻五六隻左右 一般民眾來認領養的 每天都會 幾乎每天都會有人來認領養 也有來找狗的 有些狗不小心被捕犬人員 清潔隊 不小心被他抓進來 會來找狗 也是多多少少 也是有這樣的那個 也是有民眾來找狗 把狗找回去 接回去的那個案例這樣子 所以大部分送進來的 都是藉由清潔隊 對 清潔隊去捕捉 那清潔隊也是透過通報的 通報民眾通報 說有流浪狗要捕捉 然後會把狗那個 會把那個 在外面遊蕩的流浪狗 這樣子捕捉進來 這樣子 都是透過民眾通報 然後清潔隊去捕捉 然後會送到我們這邊來收容 這樣子 一天大概會送多少批 或多少隻來 一天喔 平均一天大概都十七八隻左右 一天都十七八隻喔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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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的話大概 少的話大概十一二 但是多的話 有時候會多到三十幾四十幾 嘿 對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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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